湖南长沙71岁的老人谢物堂 因坚持修炼法轮功 自99年以来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绑架 迫害和酷刑折磨 谢物堂老人在监狱被关押期间 被迫害出现了多种病症 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后 于今年4月12号含冤离世 谢物堂和老伴谭湘玉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身患多种疾病 每年都要报销几千元的医药费 他们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 身体完全好了 从此一分钱的医药费也不用了 1999年7月21日半夜 长沙警察从家中绑架了谭湘玉 非法关押38天 勒索现金4000多元 从此两位老人和女儿儿子儿媳 遭受了连续不断的迫害 他们多次因上访 向群众讲清法轮功真相 而被抓捕 殴打 罚款 逼邪保证书 劳教 还遭受到门板料 奴工等酷刑迫害 2007年7月13日 谢物堂和谭湘玉老人再次被非法抓捕 谢物堂的手铐靠近肉里 鲜血将衣库都浸湿了 在被劫持到长沙看守所之后 谢物堂两次休克 身体越来越差 病患有肺结核 2008年2月 谢物堂被转至湖北武陵监狱 武陵监狱无视谢物堂的身体状况 多次以所谓抗拒劳动改造为由 对他进行所谓的严管 三个月不准家属探望 2010年2月 家属在医院急救室 见到了奄奄一息的谢物堂 他从头到脚浮肿 身体根本不能动 晚上还被警察用脚料靠在床上 此时他已出现多种严重病症 高血压 心脏扩大 心力衰竭 尿毒症 肺部积水 前列腺癌等 谢物堂老人又遭受了一年多的病痛折磨后 于今年4月寒冤离世